而且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像你们刚刚问到 那李白是不是也不见了 对不对 没错 他现在不只在历史上下功夫 他在语文啊 国文啊 他也下功夫 所以我们过去讲国文课 在大陆叫语文课 我们台湾以前叫国文课 本国语文 结果国文课现在大幅度删减文言文 所以什么唐宋巴大家 柳宗元 韩裕 这个过去我们所熟知的 在到宋朝的范仲淹啦 还有包括刚刚我们讲的唐朝诗人李白啦 还有像杜甫啦 还有苏氏苏东坡啦 通通山大幅度的山 所以以前讲说什么 哎呀这个没有看过这个出师表不动容者啊 这个看过出师表而不动容者啊 就没有就就不够中啊 然后呢这个陈琴表而不动容者啊 就不够孝啊等等 你像什么陈琴陈琴表 什么出师表 没啦 而且出师表这个 鞠躬尽瘁死而后矣的诸葛亮 三国都没了 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诸葛亮啊 你会把诸葛亮跟那个诸葛亮 你会混淆 你知道吗 所以赤壁赋也没了 也没了 早就没了 这个所以我就说 我常对很多大陆网友一些评论 我很有意见 这个趁这个时候讲一下 就说很多大陆网友跟你说 你们自己要去做这个群众工作啊 你要去跟青年接触啊 去告诉他们统一的理念啊 你们就会争取到很多年轻啊 我跟你讲不可能 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叫做 去跟日本人宣扬说 我们要抗日 然后人家觉得你神经病 笑的 你笑的 我们是日本人抗什么日啊 对对对对对 今天的状况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们这个大陆朋友 很难想象 就是说到底在台湾统派工作 有多么的困难 对 你们会觉得很基本的 对这个美国人怎么这样 日本人怎么这样 你们很直觉反应 因为你们有爱国主义教育 对 台湾没有耶 台湾有了爱台主义教育啊 然后每个人都洗脑成说 台湾有台独改造教育啊 对对对对对 现在等于颠倒过来 对过去我们说 在台湾很骄傲 说台湾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所以当年 这个大陆60年代的时候呢 整个政治动乱年代呢 台湾在保留中华文化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 像我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啦 这个作文比赛啦 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 所以当时台湾很骄傲 说我们真的是中华文化灯塔哦 我们是复兴基地哦 就现在到两边颠倒 对 现在变成说呢 在台湾的年轻一代 比如说以后如果我们有子女了 你敢让他在台湾赌吗 我不敢 人生的青春的岁月哦 那种十几岁到二十岁 对这段岁月 每天花时间在读这些垃圾耶 真的很可怕 每天就在读他告诉你 说日本人有多好 中国怎么样的这个封建腐败腐朽 但你说他日本人很好 你怎么解释魏安妇 跟台籍日本兵这件事 课刚为了要微调哦 你看哦 台独可以花这么大的阴谋 我要讲阴谋 你去想 我刚所讲这一切 这事只是单纯说改几个词而已吗 当然不是 它是整套的一个运作对不对 整套布置的 整套布置的 整套布置的